你的体重反弹吗?食疗减肥法,水煮大白菜当饭吃,把体重吃回去,很多人在减肥的道路上可谓是坎坷,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法,还很容易反弹。 在五花八门的减肥法当中,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饮食来减肥,要找到真正安全有效的方法才适应道理,白菜就是一种常见的减肥蔬菜。 很多人通过食用水煮白菜以后,都取得了不错的减肥效果。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白菜减肥食谱,让大家可以有效的瘦身不反弹。 白菜减肥原理 白菜减肥法的原理 白菜中含有丰富的杀石纤维,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,减少肠道内的有毒物质,加强消化,通肠通便,减少毒素的肌,造成发胖。 每天选择两餐吃白菜,不管是水煮的还是清炒的,都可以达到很好的减肥效果。 另外,白菜中含含有丰富的水分,高达95%。 热量极少,吃水果都不能比拟的,因此非常适合减肥及补充营养。 对美容减肥有奇效,如果想要快速瘦身,也可以每天都吃白菜,可以试一下白菜减肥食谱,每天都可以换着吃。 白菜减肥食谱一,一,将柿子胶和白菜清洗干净后,切成丝,黄瓜榨汁备用。 二,将柿子胶丝,白菜丝和冻豆腐用盐腌制一会儿,然后控干水分备用。 三,倒入黄瓜汁和适量的味精,浸泡几分钟。 第四步,锅中放入适量的清水,待其煮开后,将备好的所有材料入锅煮熟,最后将盐调味即可。 白菜减肥食谱二,一,白菜包切成细丝,用盐抓一下,胡萝卜,生菜叶,分别洗净切成细丝。 二片玉米粒适量用开水焯一下,香菜摘下叶子,转子剪成小段。 三,将白菜放几汁水分,与其他蔬菜混合,挤入半个柠檬的汁水和二勺白醋。 加入蜂蜜和少许玉米油半人装盘即可。 你的体重反弹吗? 食料减肥罚,水煮大白菜当饭吃,把体重吃回去。 好了,今天分分想就到这了。 想要瘦身的妹子们,不妨尝试一下,白菜就爱你非法哦。 网友都成功做到了,想要你也可以的,赶紧行动起来吧。 学会了别忘记告诉朋友们哦,喜欢我们的文章可以给。 欢迎大家踊跃留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